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國借選這件事情 民進黨今天敬拜有開記者會 就是說檢舉獎金是2000萬 我覺得太少 最好2000億 不過希望用民進黨的經費 而不要用政府的預算 應該這樣講 民進黨把所謂的 中國借選的 檢舉獎金提高越多越好 因為畢竟我覺得 大家都希望台灣的選舉 中華民國的選舉 是能夠有自己 每個選民有他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民進黨願意做什麼 我只會覺得獎金太少 不會覺得獎金太多 那你會覺得就是 從之前看的中華 可能有點沒有效 所以現在又創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 民進黨的所謂抹紅牌的 末路杯歌吧 所以現在連這樣子的招數用出來 不過在我來看都是好事情 只要對於選舉是正面的有利的 我們都支持 所以希望民進黨再把獎金提高一點 我覺得旅長到大陸去 他們自己也有付錢 只是可能落地有一些招待了 但是內容我不是那麼清楚了 那我看他們是用違反反滲透法第四條 裡面說可能違反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 或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 我昨天晚上把這個法律翻過來翻過去 我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地方違法 大家去看看 反滲透法第四條 以及這個總統選罷法四十三條 或是公職立委選罷法四十五條 看不出他們哪有違法 那另外就是說 好吧就算當地 假設有官員想要接觸他們 接觸了 然後呢說你們回去支持誰吧 他們回來就支持誰嗎 那里長那麼聽話 對不對 我今天比如說我跟各位記者們講說 拜託明年1月13號 立委支持葉原資 總統支持何友宜 你們就都支持我 有這種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怎麼可能說 他們這樣吃一頓飯回來 所以要支持誰就支持誰了 而且我們要相信我們的里長 我覺得里長是我們最基層的幹部 都一個個選出來的 我們要相信他 相信這個里長 支持我們的民主制度 堅信我們的民主制度 他們怎麼講 反正就是你講你的嘛 里長要怎麼決定 里長自然會有自己的決定啦 我不認為里長去什麼 什麼吃兩頓飯 什麼落地招待一下 就會改變了 我不相信 市長 市長 台北市的里長被曰 被約談 那你是不是覺得 民主制度又只會打 傳統的抗中澳門 我對境外勢力 我對境外勢力 介入台灣的選舉 影響到國家安全 以及讓我們民主制度受到迫害 這是嚴正表示的態度 不過 在這一段時間 選舉的時候 大動作 對里長到大力輸油 裁擠 這樣一個司法手段 沒想 這幾年 多少個重大弊案啦 高端炒股案 小吃店賣快篩 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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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弊案 還包括你們新潮流 綠電 就贊成你的綠色發財 你有把這個判斷清楚嗎 所以這是選舉的過程當中的選擇性辦案 我們希望司法 不挽不振 壞事的還 這個案子本則 給他們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交代 反滲透法是誰定的 就是民進黨當時要強勢通過 我也要請教 所有民進黨目前正在競選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請問你們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站出來公開的 去替這些無辜被司法追殺的里長講話嗎 台北地監署 約談了41位的這個台北市的里長 說有違反這個反滲透的發行 這根本就是呢 綠色恐怖在線 那難道人民沒有去大陸旅遊的自由嗎 其實昨天檢調就我知道 他主要就是要去偷看里長的手機 這是一個很下流的行為 比方說呢 他就打開他們所有的訊息 去檢查說 嘿你有沒有跟大陸的誰有聊過天 然後你有沒有跟誰有講過話 你有沒有跟誰說呢 今年我想要自己要支持誰 其實中間過程當中 都沒有所謂的中共界選的問題 但是就用羅織罪名的方式欺負基層的里長 我看到昨天鄭文燦他還說 未來要兩岸之間開放團客 那我就問 台北市四十幾個里長去大陸旅遊回來 就被你檢調約談了 一般人民看到這樣的新聞 兩岸之間還敢交流嗎 所以民黨政府他其實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表面上說要恢復兩岸交流 要維持現狀 但實際上他們真正在做的事情 卻是動用司法追殺的手段去恫嚇里長 所以昨天我們打了一輪的電話 其實包含是我們信義區好幾位 他們甚至是剛下飛機 然後就被帶走了 剛下飛機的J團甚至在出去大陸之前 有主動的向調查局報備 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回來一下飛機就被通知去約談 弄到晚上十一點大家才能夠回家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 透過司法手段去追殺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呢非常遺憾看到 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 在今年2023年 竟然有這樣子的綠色恐怖 民進黨過去還敢跟我們講說 國民黨在過去的時代裡面是威權 是白色恐怖 結果現在自己在執政的時候 也搞綠色恐怖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蔣灣市長也好 還有我們很多的議員跟立委 都會一起站出來支持這些被司法追殺 被司法恐嚇的里長們 會覺得是因為北市選情就是侯康第一 所以他們來做這件事嗎 幾個原因喔 第一個是目前在北市的選情 侯康已經實質的領先了 第二個是因為我們12月23號 全台北市要一起上凱道 所以呢跟上次很像嘛 上次呢這個烏龍的壽面事件 選在我競選總部成立前的一天 那現在呢其實各個區域大家都在準備動員 12月23號一起上凱道支持侯康佩 但是呢卻在12月中的這個最關鍵的時間點 去大動作約談里長 我們興趣還好 因為上次被嚇過一次了大家有經驗 昨天我跟文山區的議員通電話 他們說很多人被嚇到是衣服根本還沒有穿好 隨便套兩件就被帶出去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層里長他們很多人都反映說 從政這麼多年來 過去也參加過很多次的選舉 從來沒有一次這麼誇張 這個其實已經約談了整整一個禮拜 我大概在前幾天的時候就發現有這個狀況 他們就把旅行車的資料收走 你家的資料收走 手機扣走 在那邊滑來滑去看來看去 幾乎就是在介入一般人民的隱私 所以我認為這些目前包含是交保的里長 選完以後我聽了他們的案情 選完以後基本都會沒事 可是為什麼你要在選前動用所謂的反滲透法 去辦這些里長 2002年的時候通過新的國安五法 通過反滲透法的時候 我們就提醒大家 未來這部法律會成為一個東廠的法律 未來這部法律會成為行政權無限擴張 拿來戒選的法律 結果當年他們不敢使用 四年以後的今天他們用了 我們就反過來問 反滲透法是誰定的 就是民進黨當時要強勢的通過的 那再來我也要請教 所有民進黨目前正在競選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請問你們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站出來公開的 替這些無辜被司法追殺的里長講話嗎 還是你們都用廢地理檢舉的方式 希望去影響選情呢